粗长的枪管喷射出火舌 电光石火之间 两名士兵瞬间被撕碎 火药的爆鸣声几乎震碎了海里克的耳膜 狼狈地逃到了掩体后面 他刚要架枪还击 便看见一名弟兄撞上了那呼啸而来的利爪 血肉横飞 那大白熊似乎自己都被自己这凶悍的冲击力给下了一跳 更别说那些披着黑色斗篷敌士兵们 散开 眼看着瞬间又是俩弟兄惨死在机枪的火力之下 海里克暴怒地抬起枪口 朝着车头扫射了一缩子 子弹撞在了机枪前端的焊接钢板上 发出叮叮光光的声响 却是丝毫没有作用 只留下一串迸射的火花与坑坑洼洼的凹痕 加油 尾巴条件反射地缩了脑袋 灵巧地躲过了传射而来的子弹 双手丝毫不慌地扶着机枪 倒是坐在驾驶位上的芝麻糊 被那凸凸凸扫射过来的子弹吓了一跳 呀 他下意识地把头埋在了方向盘下面 脚底死死汗在了油门上 看着迎面冲来的卡车 还有那根本打不穿的钢板 握着冲锋枪的海里克眼中浮起一丝绝望 尤其当他看到车顶那根粗长的枪管对准了自己 有那么一瞬间 他甚至被冻住了心跳 然而 最终让他失去意识的 却不是迎面射来的子弹 而是那笔直撞向他胸口的车头 在失去意识的最后一瞬间 他隐隐约约听见有人喊了些什么 虽然完全没有听懂 阿伟 留个活的 哦 收到 冷水泼在了脸上 海里克从昏迷中醒来 迎面看见了一只黑洞洞的枪口 我们向来以礼服人 所以你最好不要轻举妄动 思思将这句话还给了躺在地上的那家伙 却见他正用看怪物一样的眼神看着自己 M 他用左手摸了摸自己的下巴 有这么吓人吗 他还挺满意自己的游戏角色的 吓死我了 我们突然接到任务 说你出事了 就立刻赶了过来 刚才看到你中了好多枪 我和尾巴还以为你死掉了 从卡车上下来的芝麻糊 一脸担心地走了过来 多亏了防弹衣 不过也断掉了几根肋骨就是了 思思若无其事地说着 虽然他感觉自己身上的状况 大概不只是断了几根肋骨那么简单 不过 这么严重的内外伤 居然已经恢复了个三四成 当初正式考虑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才选择的体质系 现在来看真是无比正确的选择 超限度的痛绝会被屏蔽 这大概是这游戏最方便的功能之一了 相当于自带镇定剂和止痛药 否则体质点数堆得再高 扛不住痛苦也没辙 不愧是思 刚才那句台词超帅气 尾巴眼睛闪闪发亮地说道 肉肉担心地看着他 你真的不要紧吗 中了那么多枪 没事 丝丝脸上露出一抹柔和的笑容 多亏你们来得及时 只有我一个人的话搞不好 已经被俘虏了哦 尤其是肉肉 很勇敢哦 说什么呢 看到朋友有困难 我怎么可能缩在后面 抬起笨重的熊爪 腼腆的肉肉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后脑勺 结果弄得满头都是血 煽情的气氛变得有些微妙的血腥 然而就在这时 不合时宜的声音忽然让话题转向了奇怪的方向 啊 浮 俘虏 会发生本子里的剧情吗 芝麻糊一脸茫然 本子 看着眼镜闪闪发亮的某人 嘶嘶无奈地叹了口气 阿伟平时少看点那种东西哦 你在我家装了监控吗 一 你这女人 不简单 枪声与骚乱引来了附近的人 最先赶来的是卡里曼和他的护卫 虽然他的护卫长极力反对插手废土克门的纷争 但想到几分钟前自己才承诺过要保护这些人的安全 他还是硬着头皮带人赶了过来 然而当他赶到这里却发现 战斗已经结束了 披着黑色斗篷的沸土克横七竖八地躺了一地 而且死状异常凄惨 十毫米口径的机枪打在人身上 可不止一个枪眼而那么简单 被庞大洞能撕裂的血肉和肢体散落在帐篷的残骸周围 让第一次离开沙漠的他不禁感觉胃里翻江倒海 脸色微微发白 这里发生了什么 脸上挂着洛腮胡的护卫长上前一步 蹲在了地上 他伸出食指 摸向其中一具尸骸的面门 神色忽然凝重 军团的人 废土上什么肤色发色的人都有 但鼻梁中间隆起的却只有军团的人 有一种说法是 他们用了古代人的DNA 也有一种说法是 他们为了让自己高贵的血统与众不同 于是对基因进行了一定的修改 军团 卡里曼的嘴里反复咀嚼着这两个字 眼中浮起了仇恨的怒火 这时候 先前躲远的刑伤 护卫和拥兵们 见到枪声停歇 也纷纷赶了回来 看到这满地狼藉的惨状 一名刑伤的脸上顿时露出了肉痛的表情 妈的 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我的帐篷 我的包 我的行李 全被你们给毁了 看着停在帐篷旁边的卡车 几名背着步枪的拥兵围了上来 不就是几顶帐篷 嘶嘶扔了几枚地那儿在地上 够了吗 这点钱显然不够 那个商人还想说些什么 但被自己旁边的护卫轻轻拉了一把 那三个小姑娘是觉醒者 真要打起来 我们恐怕会损失惨重 那行商账红了脸 肚子里憋了一股气 但最终还是把这口气给淹了下去 捡气地上的金笔 莫不作声地走了 附近的居民远远望着这边 看着热闹 卡亭驿站的北边 是行商旅客们的筑地 只要子弹不飞到他们家里 没有人会关心死了几个废土客 不过 像今天这样打得这么激烈 已经好多年都没有过了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 一名年过五旬的老人 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他的皮肤有黑 脸上爬满皱纹 衣服饱经风霜的样子 不过身板却还算硬朗 跟在他身后的十几名壮汉 也都是同样的扮相 背后背着衣杆转轮步枪 看了一眼地上的尸体 和躺在地上的男人 又看了一眼卡车旁边的三人一雄 老人缓缓皱着眉头 说道 我叫穆德卡 是这里的村长 思思 还有那边是阿伟 芝麻糊和肉肉 思思顺带着给同伴们 也做了个自我介绍 虽然他感觉眼前 这个老头并不在意 他们叫什么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老人并没有问他们来自哪里 直截了当地说道 这里是安全区 你们坏了这儿的规矩 需要对村子里被吓到的居民和牛羊 做出赔偿 思思面无表情地说道 哦 既然是安全区 在他们动手之前 怎么没见你站出来 我听到枪声之后才赶过来 无论怎么说 你们开车在营地里横冲直撞 碾压帐篷和行李 用机枪扫射 这些都太过分了 听得一知半解的尾巴 不满地抗议道 喂 我又没伤到无辜的人 思思打断了尾巴的解释 盯着那个老人 一字一顿地说道 这是联盟与军团之间的事情 你们确定要插手吗 他看得出来 那个老人是想从他们这儿 如果自己刚才没有丢出那几枚地那耳 说不准就不会有这麻烦事了 果然 当听到联盟这个词的时候 老人的态度立刻发生了变化 那凶狠与狡猾的目光中 多了一份明显的忌惮与怀疑 他当然听说过联盟 也听说过东边的传闻 突然崛起的联盟挡住了脚谷部落南下的步伐 结束了河谷行省畅达一年的混乱 而在此之前 巨峨的巨壁才是方圆数百里内唯一的灯塔 你们是联盟的人 思思看着他说 是的 老人的脸色有些微微僵硬 包括他身旁的几个壮汉 他确实有想过从这几个女娃身上讹一笔 毕竟那辆卡车上装的好东西可不少 而他所要的赔偿也是占得助力的 但现在情况不同了 听着那几人的交谈 围观的幸存者们互相交换着诧异的视线 而窃窃私语的声音 也随着那视线向周围传开 联盟 他们竟然是联盟的人 听说联盟的战士各个都有以依当时的骁勇 只用千余人便踏平了脚谷部落 难怪 联盟的实力肯定不如军团 但毕竟是他们的邻居 而军团和这里隔着半个大路 地处遥远的西海岸 这事恐怕会很棘手 从联盟到我们这里 最慢也就一周 快的话搞不好就两三天 一名中年男人低下头 在老人旁边耳语道 不动声色地咽了一声 穆德卡目不转经地盯着眼前那个年轻的女孩 过了好一会儿 他缓缓开口道 我们无意插手你们的纠纷 但也希望你们不要打扰我们的生活 说着 他挥了下干枯的右手 带着旁边的族人转身走了 至于赔偿的事 更是没有再提过 躺在地上的海里克 眼神在三人一雄身上来回移动 他可没听说过什么联盟 也根本没兴趣了解 这会儿脑袋里的念头正转得飞快 思索着如何逃脱眼下的状况 然而 当他的视线停在了那黑洞洞的枪口上 最终还是松弛地绷紧的肩膀 放弃了主动逃跑的选项 对方展现出的实力 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 无论是身中竖枪和没事人一样的女人 还是那个一瞬间秒了他五个弟兄的神秘武器 到现在 他连那玩意是啥都不知道 或许 河谷行省真的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变化 你们确定要与军团为敌吗 海里克压低了声音 搬出军团的名号 试图威胁这些人放了自己 思思俯视着他 就算我们没有这个打算 麻烦就不会自己找上门来了吗 说着 他晃了晃枪口 别浪费我的时间 你的名字 海里克 你们想要那个罗华干什么 男人脸色微微一沉 嘴角扯开一丝掠带嘲讽的弧度 呵呵 响 哼 突然炸裂的枪响 把围观的幸存者们都吓了一跳 当然 对火要为尔感受最直观的 还是躺地上那位 子弹轰在了他耳朵旁的地面 溅气的泥水糊了他半张脸 看着冒着青烟的枪口 还有那双毫无怜悯的眼神 海里克感到了一丝深入骨髓的冰冷 我 我正想说 那前一秒还很勇的声音 下一秒便不争气地结巴了起来 这绝不是因为恐惧 而是下意识的本能 那就快点 打开了VM的录音功能 思思不耐烦地催促道 企业 企业的人 我当然知道你们追的那家伙是企业的人 然后呢 海里克吞咽着唾沫 语速飞快地继续说 那个一栋的堡垒 冲进了沙漠 我们的仆从听说他们在那儿找什么宝贝 不管那是什么 我们不能让他们从我们的地盘上把他带走 仆从 尾巴歪了下头 猎鹰 走到一旁的卡里曼脸上写满衣埋 插话说道 统治二号绿洲的王国 一群卑躬屈膝的懦夫 抛弃了尊严和信仰 将灵魂献给了无主之地的蛮夷 尾巴 左手按了按有些酸胀的眉心 思思叹了口气说道 就是仆从国的意思吗 卡里曼表情僵硬地点了下头 是的 思思陷入了沉思 结合论坛上的讨论还有官网公开的情报 他大概已经明白了事情的始末 简单来说 军团的附庸发现了开拓者号 然后将开拓者号的情报报告给了军团 为了防止企业掌握零号避难所 军团疑似向沙漠派出了一对规模未知的远征军 配合当地人困住了那座移动堡垒 开拓者号虽然火力强大 但在牛逼的技术不可能无中生有 至少电和矿这两样东西 不可能凭空变出来 而海里克接下来的陈述 也证了他的猜测 我们趁着开拓者号搜寻补给的时候包围了他们 他们不得不带着燃料棒撤回了遗迹 那些动力装甲很强 但他们数量有限 我们很快将他们分割包围 一部分人逃进了沙漠 一部分人被围在了遗迹里 还有几个人被困在了堡垒中 斯斯立刻问道 你们已经占领了开拓者号 海里克回答道 战斗已经结束 占领只是时间问题 但我们要的不是一堆破铜烂铁 他们给动力是设置了密码 我们从外面无法进入 如果强行突破 会导致剩余的核燃料注入自毁单元 那就什么也没有了 那个罗华知道密码 我不知道 但他似乎是开拓者号上的关键人物 疑似掌握了一些关于零号避难所的线索 将军命令我抓住他 在他和企业的援军会合之前 如果抓不到活的 把他的脑袋带回去也行 援军 尾巴摸着下巴 脸上做出沉思撞 不简单 他们竟然知道企业派出了援军 芝麻湖表情微妙道 呃 这个还需要猜吗 盯着躺在地上的海里克 斯斯继续说道 把你所属的部队翻号 还有你上级的名字 以及你们派了多少人到沙漠里都说出来 钢铁之心 啥 我所属的部队 海里克咽了口唾沫 低声说道 钢铁之心号 第二十九路战队 我们的指挥官是迈克伦万夫长 他们距离这里多远 就在这里 这里 斯斯愣住了 包括尾巴 芝麻糊和肉肉 还有卡里曼和他的护卫们全都愣在了原地 斯斯正要追问 却见前一秒脸上还写满惧怕的海里克 眼中忽然浮现了一丝狂热 他双目笔直地望着他 不过那瞳孔却没有聚焦在他的脸上 而是他的后脑勺 斯斯的眼中渐渐浮起了一丝不妙的预感 就在你身后 你回头看一眼就知道了 海里克的脸上露出笑容 不管他再得益什么 斯斯都很清楚 这绝不是看 飞碟的把戏 从刚才开始 周围看热闹的人们便将视线从这边挪开 投向了远处的天空 而现在 那一张张陌生的面孔 却是不约而同地映上了茫然 彷徨与惊恐 那是 什么玩意啊 惊 惊于吗 大角鹿神在上 一些牧民跪在了地上 额头死死贴着地面 不少拥兵茫然无措 倒是一些有远见的刑商认出了那家伙 飞庭 是军团的飞艇 望着瑞古市的西北方 卡里曼的双眼瞪大 瞳孔中变幻者茫然与惶恐 而站在他身旁的护卫 也都不由自主地握紧了手中的枪 纳威俄的钢铁从云层的下方钻出 犹如浮出海面的冰山 两侧伸展开的机翼如昆蓬的翅膀 一排排呼啸的螺旋桨撕开了云雾 犹如野兽的獠牙 原来军团的飞艇长这样 他常在人们的口中听说关于他的传闻 却还是第一次见到 他就像一头飞在天上的巨精 虽然他也知在照片上见过那种动物 几个玩家也看傻了眼 尤其是思思 比起这座飞艇是从哪来的 他更想知道那座钢铁怪兽 究竟是如何飞到天上 充满金属质感的外壳 怎么看都不像是刷了一层漆的帆布 这绝不是现实中的那种飞艇 而如果是合金打造的飞艇 哪怕用的是铝合金 哪怕他全身最厚的装甲只有十毫米 其吨位也得有上百乃至上千吨 而这么一座不科学的产物 推进的方式居然依靠的是一排并连的螺旋桨 思思感觉自己的常识受到了冲击 大脑一时间有些当机 虽然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躺在地上的海里克欣赏着那惊呆的侧脸 音策策地说道 现在投降臣服我们还来得及 砰 一声枪响打断了他的话 海里克痛苦地捂住了左耳 在地上蜷缩成了一团 收起了冒着青烟的手枪 丝丝调整耳机的方向 对着天上拍了张照 然而就在他打开 V.M. 刚想把照片同步到官网账号的时候 却发现断了网 信号没了 就在这时候 同样伸着脖子望着北边的尾巴 忽然脸色一变 叫了一声 Jill 我的气球 看着V.M.上消失的信号 芝麻糊一脸哭笑不得地说道 我就说 让你不要放那么远 你非要爬到山顶上去 我 我还不是想着信号会好一点 尾巴心虚的小声说 而且是说明书上写的 要我们找个高一点的地方 可那也太高了呀 安啦 管理者肯定会再扔一个过来的 尾巴拍了拍芝麻糊的肩膀 然而那心虚的语气 却不像在安慰别人 更像是安慰自己 该不会要让他陪吧 应该 不会的吧 哎 好不容易能上回热搜 肉肉叹了口气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呜呜 可恶 心好痛 和那些畏惧军团的N.T.C.不同 他们倒不怕什么军团 不管是掠夺者也好 军团也好 或者变种人 以及其他根本不算人的一种 无非也就是等级高一点的怪罢了 相比之下 他们更想把这个 还热乎着的大新闻传到论坛上 狗策划又整心活了 可惜 照片只能之后再传了 钢铁之星号 悬吊在飞艇下方的剑桥 穿着华贵服饰的男人微微抬着下巴 服饰着落地窗外的山巒 城市遗迹 广袤的森林和平原 以及倒映在落地窗上那张英俊的脸 他的名字叫麦克伦 钢铁之星号飞艇的舰长 隶属于东方军团 级别是万夫长 虽然军团的万夫长并非意味着统领一万个人 但站在这里的他毫无疑问是万人之上的存在 整座飞艇的核心部分 是一座未完工的人连空天军护卫舰 它包含有一座由巨变反应堆构成的动力式 和一座针对动能武器的偏导护盾生成单元 虽然大多数技术已经无法解析 解析了也难以复原 但并不影响它继续使用 哪怕是以另一种形式 总之 这座飞艇凝聚了战前文明技术的结晶 与军团在机械领域造诣的巅峰 它不但可以作为飞在天上的航母 也可以在敌军丢失至空拳之后 亲临前线 向敌军的头顶倾泻成吨的炸药 整个废土上能挡住 它们的势力寥寥无几 而除了那群躲在沼泽地里的老鼠 藏在圣顿底下的屎壳狼 和蜷缩在东海岸的蟑螂 其他蝼蚁即便有那个能力 将这艘飞艇击落 也断然不敢仰视它们 没有人知道军团有多少座飞艇 也没有人知道200年前 他们继承了多少没消耗完的军火库存 除了统治一切的元帅阁下自己 尊敬的将军大人 您的脚下就是瑞古士 再往前的那片平原便是河谷行省南部走廊 他的西大门正向您敞开 站在麦克伦将军的旁边 副官语气毕恭毕敬地说道 然而 这具马屁似乎拍在了马腿上 我不需要你对我科普这片蛋丸小弟的历史 你只需要告诉我 那群从东海岸爬过来的蟑螂现在走到了哪儿 麦克伦将军曼条斯里蒂说着 语气中却带着一丝明显的不耐烦 他本来应该在2号绿洲享受仆人们的伺候 却因为一条从布格拉自由邦那儿传来的情报 被上级派到了这里 拦截企业从东海岸派来的援军 说是上级 那个叫格里芬的老狐狸其实也就比他高半级 万夫长的尖章上多一颗星 然而没办法 哪怕是半颗星 也比自己的军衔更高 更何况那人还是东部军团的军团长 亲自委任的前线指挥官 别说是开飞艇 就是开宇宙战舰 自己也得听他指挥 没想到这 麦克伦心中便是一阵火大 开拓者号已经拿下 剩下的那点船员被堵在战前闻名的遗迹 没有后勤补给 投降是迟早的事情 马上就能分赃了 他却被支开到了这个鸟布拉屎的地方 不过是一个企业的员工而已 有这么重要吗 格里芬的野心不小 他八成是想趁这个机会 将整个洛霞行省纳入东部军团的势力范围 站在一旁的参谋轻声说道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做梦 洛霞行省与军团的核心领土之间隔着一片大荒漠 所谓的大荒漠可不是一个地名那么简单 而是一片横跨数千公里的生命禁区 军团根本无法统治洛霞行省这块飞地 更何况这里也远离了他们的核心利益 如果不是为了拿下大裂股 他们连附庸都没必要留着 虽然每年雄英王国都会向他们贡献大量的财富 但东部军团的每一名将军都清楚得很 相比他们在那个仆从国身上的投入 那个老十八交的国王供奉的蒂娜尔和奴隶根本不值一提 不过 远征军的惨败 克拉斯将军的身亡 终于让一部分军团的高层意识到 指望在数个月之内拿下 曾让企业吃过大亏的大裂股 是个天真的想法 他们需要投入更多的力量 建设更可靠的后勤 完善补给线 动员更庞大的人力给食夫长们擦鞋 无论是动员自己的 还是动员仆从国的 归根结底一句话 他们需要加强对东方的掌控 有很多种方法可选 比如 将那个忠厚老实的国王 扶植成皇帝 所以特意支开我们 想独吞这份功劳吗 想到格里芬那张傲慢的脸 迈克伦将军微微眯了眯眼睛 心中忽然一动 望着东南方向的那一片旷野 他嘴角勾起了一丝残忍的弧度 让这群如毛瘾血的蛮蚁苟且在这儿 简直是对仙人遗产的亵渎 在我看来 军团的边疆应该再向东扩张五百公里 我们完全有这个能力 身旁的副官和参谋 不约而同露出惊讶的表情 节外生枝不是个好主意 我认为我们应该用最快的速度击溃企业的援军 然后返回二号绿洲 迈克伦将军面无表情地说道 回去有什么意义 那个老狐狸八成又会换个理由把我们支开 等我们打通了南部走廊 大裂谷的南大门将向我们敞开 别说军团长 哪怕是元帅大人也无法忽视我们的功劳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 打断了参谋的话 迈克伦抬头望向前方的落地窗 脸上逐渐浮起了愉快的笑声 让我们给这群野蛮人 带去真正的秩序和文明 几乎就在话音落下的瞬间 向前移动的飞艇忽然向右倾斜了两个角度 连接部件发出了咯咯咯咯的嗡名 这只是很小的摆动 然而此刻迈克伦的注意力 完全在落地窗的那张英俊的脸上 猝不及防之下 他一个没站稳 鼻子差点和旁边的扶手来了个亲密接触 好在一旁的副官眼疾手快 一把扶住了险些摔倒的他 大人 您没事吧 从地上捡起了帽子 迈克伦火帽三丈地破口大骂道 刚才是怎么回事 是哪个蠢货在开船 也许只是气流 面对迈克伦的怒吼 副官战战兢兢地开了口 然而他的话还没说完 一名士兵便从舰桥外面小跑了进来 紧张地汇报道 舰长 我们右侧的螺旋桨好像缠住了什么东西 立刻派人去修 迈克伦吼道 是 那士兵挺直腰板行了个礼 立刻匆忙地跑掉了 迈克伦骂骂咧咧地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身旁众军官面面相去 纷纷闭上嘴 大气不敢出一声 生怕触了他的眉头 被荡成出气筒 没有触发偏倒护盾 说明撞击物的速度不快 兴许是撞上了发呆的鸟儿 问题应该不大 不过有一说一 刚才那一下子确实不是个好兆头 我派去地面的那个人 是叫海里克还是什么来着 有消息了吗 听到舰长的问话 一旁的副官连忙说道 还没有 不过他上一次报告说 已经锁定了那个商队 应该很快就有消息了 迈克伦心情稍微好了些 把那个企业员工抓到 再把企业派来的援军解决掉 麻烦十二一件件解决 他也能腾出时间 做自己的事情了 就在钢铁之星号 忙着检查故障的时候 远在150多公里外的楚光 却是一连猛逼地盯着自己的 V.E.M.信号呢 刚才海满哥来着 他正亏贫的入神 怎么突然就没了 这一段时间